我的同学们非常乐意教我 那个代价就是 她回家跟她妈妈讲 今天周重庆教我 教她怎么用MacBook 帅哥大家好 我是Janelle 胡御师 今天我们来到了我的母校 义安理工学院 来突击采访一位学弟 她在演艺圈是我的前辈 而且她还是超级红星 不过我想在校园 她应该要叫我一声学姐吧 Let's go 我已经看到重庆大哥了 Hello 重庆大哥好 学姐你好 我不敢 我不敢 我要跪了 尤其是我的学姐 我可以脱口罩吗 可以 反问你的人可以 拍节目可以 是 这是素颜吗 当然啊 你要我来上课化妆吗 皮肤超好的朋友 我发现我班上的女生 每一个都是清汤挂面 然后有几个是长得很标致 几个而已啊 要不要列出来一下 要不要直接挑活礼尖 这学姐很过分 这个学姐 其实你们今天来 我才第二个星期在上课 很多同学的名字 我都没有记得很熟 像我之前的同学名字叫潘燕 可是我每次读她名字 读潘燕 她说我的名字叫潘燕 什么潘燕 没 没有 班上有一个开心果 然后呢 她的偶像是Auntie Lucy 上了课之后啊 你有没有什么挑战 开始的挑战就是 我不太会用MacBook 我的同学们她们都非常乐意教我 Timothy就是其中一个有教我的 可是呢 那个代价就是 她回家跟她妈妈讲 今天周重庆教我 教她怎么用MacBook 你看这种人 为什么你会想要回去学小子 你知道人生很短暂 你要让你的生活精彩 你必须自己做一个决定 有机会读书的话 我的人生会更加地精彩 我同时可以了解 年轻人到底要的是什么 我最近WhatsApp的时候 YouWan我再也不是YOUWANG 我是UW 所以我觉得来上课呢 我的宗旨是不齿下问 是 所以我真的很敬佩 就是重庆大哥这个想要学习的精神 你已经是我学姐了 她是我们的学姐 对 为什么会选择这一个课程 中文传媒与通讯 它跟我的工作息息相关 里头有一些课程是我个人很喜欢的 像设计 像怎么去掌控一台摄像机 这些都是我觉得我必须要学的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陪你一起上课吗 看看是不是一位乖学生 我真的是 好 老实说尽量带我们去一个世外桃园拍照 你在拍摄的时候取景比较难 还是操作比较难 操作吧 我必须要先熟悉 细彩之后我才可以拍出好东西 所以平时跟你一起的学生是 其实我的目标是希望跟每一个同学都有机会合作 这样子我才可以更了解每一个年轻人 他们要的是什么 我就知道说针对年轻人这一块 我可以做出怎么样的内容 我个人比较怕输 然后Angela是我这个项目的组员 所以我们其实昨天已经先把作品给完成了 所以你们今天其实就是额外的一些照片而已 对 我们现在就是练习摄像机 我觉得也很重要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的作业上有任何问题 可以去问一下你身边的同事 我觉得很多人愿意帮我吧 有一个叫胡御师的 你认识吗 很神 然后泽亮 好 来 大哥 我现在帮忙做什么 我们就要去拍一些照片 我们拍御师 我要去设计照片 这边 有什么 来 我们看一看 有学姐真好 她有没有需要帮忙的时候找你 有 但都是我找她 因为一开始我不会用那个ISO 她有教我 我也不太会 我是慢慢摸索的 我觉得我很享受这种 我们彼此在学习的 我很珍惜 刚才之前有聊到说 你觉得这个课程是可以帮助到你的工作的 你是觉得你有在你工作上面 需要进去我的地方 是吧 太多了 像收音师傅 我知道他们辛苦 但是有时候你会一直办解 他们辛苦的地方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我了解了之后 我以后可以可能也往其他方面发展 那你以后要跟重庆大哥一起工作吗 对 那你第一次看到重庆大哥的时候 你有吓到吗 有 他第一次出现是在Zoom上面 我看到他的时候 我以为是尊业用那个Green Screen来拍摄 直到他开口说他是重庆 然后我就说真的 然后我就开始在那边笑到 你不觉得之后你在二年级的时候 你需要去读那个广播 你可以上吗 校方知道我的情形 有一些课程呢 我是不需要上的 所以真的电台广播你不需要上 不是 是表演 我觉得如果我上 其实也对其他同学不公平 但是我觉得广播我会上 因为我可以了解多一点 同时我已经很久没有做广播制作了 所以我也可以趁这个时候 就是把我以前学的都慢慢地把它拉回来 是 我希望那个健康和健康 健康和健康 我希望那个我不用上 那个一定要上的 每一个学生都要上 这个年龄也要 是 哪一个是你课试 这间 对吗 对 老师兄 我们今天就先邀请重庆同学 来把你的这个照片 跟大家一起分享 衣服的颜色 跟牙膏白色的搭配 所以我希望能够有一些层次 大学老师 当你知道重庆大哥 要做你的学生的时候 你有没有感到压力 其实压力在他的身上 重庆同学修读我们的课程 我其实替他感到非常的高兴 传媒学来讲的话 他除了就是这个广播之外 他还有很多不同的这些部分 需要学习的 我也希望能够把 就是我所知道的传授给他 所以当你们知道 重庆大哥是你们的同学的时候 你们有什么想法 就是觉得 如果他会认识 真的没想到 他会来到我们的班 那你们之前有看过他的作品吗 没有 我很喜欢瑶瑶 你有看瑶瑶吧 那你算是他的粉丝吗 还是你的父母是他的粉丝吗 我父母是他的粉丝 真的吗 我妈很喜欢他 你们这样相处下来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吗 就是关于他 听到吗 听到吗 一点点 不是那么多 不是那么多 他就是真真实实地 在跟你们一起上课的时候 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有点激动 激动 因为你们喜欢他吗 我从小好像有看过他的 手 从小 重点放重点 就是在两个星期 你们对他有什么看法吗 在班上的时候 他每次会逗我们脚 他是很有趣的人 谢谢重庆大哥 让我们陪他上了一节课 其实这个是要谢谢学校 那你有没有想要跟粉丝说的 我真的有好多话要讲 尤其是来上课之后 虽然是第二个星期 从我那个时候想要上学到现在 我其实每天都是满满的感触的 比如说老师讲课 讲到一些一击击重的 我有时候会眼眶泛红 身为一个媒体人 在媒体这么多年 然后你到校园去读书 然后老师在讲的时候 你才能够深深地体会到那种 媒体人的压力 我记得我的其中一个讲师 因为一个同学问 老师你有没有偶像 你平时喜欢什么娱乐 老师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身为一个媒体人的时候 你的工作就是怎么去娱乐人 我萌点头 然后眼眶都红了 我觉得他讲得非常有道理 所以我要跟所有 大概是我这个年纪 然后你其实有了好多年的工作经验 然后突然间想要读书的话 然后又害怕大学让你压力太大 也许我们真的就可以从理工学院开始 是的 所以我们也祝你学业进步了 还有这个刷一刷送给你的 没有 让你可以在学业上的时候使用它 谢谢 这个真的很重要 是 真的 媒体人真的很需要这个 是 那你之后第三年的时候 毕业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访问你吗 绝对可以 我也希望可以看到那一天的到来 好的 谢谢崇利大哥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大家 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Like and Subscribe 开启小铃铛通知 视频Vlog看 全是宝费感 再见 艺术 金银